中文字幕——YK 杨明山活动中心 准备参加这个将改变他们一生的活动 在活动中心的中庭广场 乙公们还忙着布置活动场地 这不是摇滚巨星的演唱会 也不是吃歌玩乐的夏令营 这是2008年Hobi台湾营 在台湾Hobi这个组织对大众而言 仍然是相当陌生的 今年主办Hobi台湾营的 美国教育基金会副执行长李戴梅 特地跟我们解释Hobi的由来与精神 Hobi青少年的领袖会议 源起自1958年 创始人Hugh O'Brien 很有机会刚好到非洲一趟 然后碰到那边一个名医叫史怀泽 那史怀泽先生跟他分享教育的理念的时候呢 跟他谈到他的终身的理念 就是培养年轻人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我们Hugh O'Brien先生呢 也受到他的感召回来回到美国之后呢 就成立了一个青少年 领袖会议这样一个组织 那这样进行的大概的将近迈入 半个世纪五十年的年头了 台湾呢基本上是从2000年 就开始有代表台湾团的同学 出去参加这样的一个青少年领袖会议 AIF呢是从2001年开始 做台湾的代表区的领选 但是正式落实这样的活动 是在2004年在台湾正式推展 台中女中 然后我叫西亦罗 然后英文名字是Laura 不是那个L-A-U 那是L-O-R-A 学生们被分成12小队后 小队辅导员便带领学员们 到各自的情势 对于能够获选参加赢队 每位学员显然都非常兴奋 我的名字是沈一星 然后我是台湾师大附中 然后高一的语文实验班同学 然后当初是因为语文班的学姐 她们就是她就参加这个Hobby 然后觉得很受感动 所以她们就特别自己做了一份简报 然后回来我们班上 然后跟大家宣传 所以这是Hobby报名的时候 我们班有六位 然后六位我们大家都很幸运地报名上了 然后当初报名上的时候 我们是在教务处 然后走在电脑前面 然后一收到email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很高兴 然后用尖叫声就是充分了整个教务处 吃过晚饭 学员便在中庭集合 开始学习所谓的Hobby Spirit 每个小队的辅导员都是过去曾经参加 Hobby营队的学长姐 不知分文义务担任营队的工作人员 我是在2004年通过Hobby台湾营之后 去美国参加WLC世界青少年女秀营 然后当时一开始是经由学校的学姐 在学校透过宣传的活动之后 然后我上网仔细地就是阅读了关于Hobby这个活动的一些宗旨 然后回去跟家长深度的讨论之后 觉得这样子国际化的青少年活动其实是非常少的 尤其是这个活动 它是能够参加的人是经由赛选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放手一次 然后很希望你可以参加到 在学长姐的带领下 学员们一起呼喊口号 并借由简单的游戏互相认识 原本不熟识的陌生人 马上就变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这是Kobe台湾营队的第一晚 明天开始 他们将展开一连串精彩的课程 这怎么会是演进红国教啊 没有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没办法你装这样子 红国在哪 红国在哪 红国是什么 红国是 有差 有差 是有差 无国教 国教是国家定 Kobe台湾营的目的 是为了在120名学员中选出15人 代表台湾参加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 世界青少年领袖会议 这样的活动是为了培育未来的领袖人才 台湾区代表还顺负着国民外交的重任 因此主办单位特地在第二天设计了国家角色扮演的课程 拿去拿去拿去 然后再来20国家角色扮演这个课程的设计呢 最主要是让学员在将来他们去国际青少年领袖会议的时候 能在去之前我们藉由这个课程让他们就是在课程的内容之中可以学习去如何是针对以扮演一个国家的方式来去了解要怎么样去跟其他人互动 怎么样去跟其他国沟通 那我们这游戏最强调的呢 就是小组之间彼此之间沟通协调的能力 在国家角色扮演的课程中 学员们被分成不同的国家 每个国家各自拥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资源 什么是国家角色扮演呢 就是我们先把大家分成六小队 然后每一小队就是代表一个虚拟的国家 然后他们会给我们那个国家的背景 就是需要了解那个国家的所有资料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跟其他国家建立联盟 然后建立条约 经过多次的内部讨论与对外协商 这些虚拟国家终于定立了各种联盟与条约 虽然只是短短的模拟课程